我们现在示范一下教语学的时候,单变第一劲 试一下William,我们请William出来,让他能够热身 我现在轻轻发力一下,但你试一下再弹劲一点 轻轻的话做得好,我们的前肢劲可以拼下去 如果太重,如果钉得很远,站不稳就像打钉球,是不是刺板 刺板你就刺得过瘾,对面的人就觉得不好玩 但我们轻轻用力,基本上大家刺起板来,滴滴滴仔 大家都一直接着很好玩 可以吗?到William现在放 好,在William 轻轻的,轻轻的,对面团团 好,现在你也可以刺一下 OK,好了 他做对一件事,如果想破解暗瘾杆,他确实放松了他的妆 但是他鬆了那個莊之後 就不是東歪西島鬆而不散 就很重要的 而且他要將他的莊腳 原本的莊腳 就在準備彈開之前 他要調節 他要放在我的中間 他站得穩了 才有第二下勁發下去 我們再試一下 對 沒錯 試一下 後腳不用上去 看得不得 沒錯 你發現他的位置 這個位置 如果我是重的話 我手都可以拖到 陀螺身體的結構 倒了其實是很難發力的 不過現在我小小力 他又小小力 下來了這裡 然後 走前屍 這裡 發緊張開 發過來 這樣輕輕一發 他就走了 因為他第一個站得穩 然後他順著圈細 就是順著前屍 在這條勁路走 其實不用想定 總之你知道 那個勁路大致上都是這樣 因為全身最大的力學 如果你用槓桿 如果你用陀螺的結構來做 基本上 就一定是走幾個位 平面有少少不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對方站定了 他一發一發這個勁 沒錯 可以嗎 你看看 剛才我截斷我自己身體的勁路 截斷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可以 這個手不再吃他的力 其實我截斷這個勁路 這個位置的勁路之後 這個位置 被他抬起 沒有所謂的 但是我跟著這邊這個位置 這個陀螺 把他拿回頭 所以你看見 我們是鬆緊鬆緊 開合開合地走的 就是我們那個互動 其實主要就是用這些方法 來到大家好像猜猜猜猜猜 其實推手來說 應該就是要用這樣的方法 才有得推的 如果一下子 哇 發到他沒有雷工那麼遠 他怎麼打你啊 怎麼捉回來 那就是說 只是有殺板 你打的音波 就沒得滴滴仔 大家就是你玩了 以後別人就不跟你玩 不過呢 講時講 推手呢 講極都不明白的 所以呢 我們才發明這個動量彈珠 來攻力學的一種方法 就是碰住了 大家不要走來走去 大家碰住 那個裝 我們怎樣調力過去對方 那個原因呢 亦都是因為 推手呢 我們不是不懂 亦都不是不玩 不過呢 要大家都有少少的功夫 在那裏 有少少的功力在那裏 那麼呢 做起來呢 大家才會 有一種 猜猜猜猜猜的感覺 即是那個力 才有好玩的地方 明白嗎 喏 Just a moment before William has 做了 Fajin When he do the Fajin I go And when I go away I keep myself In proper position And then William Jus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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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kay And in this posture And then If I do not release it This shoulder joint He will turn In the white plane Okay And fly me away Okay But when I fly away I do not lose this one If I lose this one I have no way to You know We stand firm myself And Fajin Again We bounce back to him Therefore Once I when I step I release here And here And then go back You see This is the gene spiral Between two of me Two of us Just exactly the same As in the Taiji double fish diagram You know Both Both Are using the same Skills With The gene whale The gene in spiral Okay 好 剛才 不是 剛才 我們就試過 William 就試過 我們怎麼樣 是用 那個進走前世的方法 就好像 太極 山魚圖啊 那個 他們不是有一個 螺旋螢的嗎 對不對 那麼我們兩個人 就好像兩條魚一樣在南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主要呢就是 我來他的時候 我站穩 他也要站穩 他如果東外西島的話呢 他也不能發靜回來的 一來 他就 他的手就往這根絮 把我提醒 當我提醒的時候 我也順著 他也是順著他剛才的起位的 所以他不用記錄 他並不用強記了 只是順著那個進 然後我送了這兩個 回頭一打 你看 就是 我們兩個人就是前世進了 就是做的 一路的保持 這個前世的方法 那麼 這就好 兩個人就好玩了 就 比較 互動比較多 好 謝謝 好 歡迎大家 收看MIHK.TV 敬太極彭師傅 這一集是 應手即飛 是啊 我們就 也是很快 去研究我們的 功法的時間 是 彭Sir 是 有些人說 你們的技巧 嗯 高超到 碰一碰人 就把人彈走了 哦 神花 你就是說 我們的同學 配合得好 是嗎 我想他們都是這樣想的 是 不過我解答你的問題之前 我們都解釋一下 應手即飛 趙寶泰的拳經裡面 是沒有的 其實他原初的意思 他用的詞語是 應手即扑 不過 我們進入現代化的階段裡面 我們不喜歡打到人 扑在那裡 我們是研究而已 所以我們改了 應手即飛 第一沒有那麼殘忍 另外也都符合我們 學校的形象 將挑戰者彈出去 挑戰者也都會感受到 一些飛行的樂趣 當然飛行理數是短一點 你要湊很多年才湊得夠 一般的飛行理數 他們只是配合而已 你可以這樣說 是 亦都可以說 不是 嘩 這些東西這麼鬼心 我都不太明白 你想一下 很多時候 你看見坊間的表演 老師其實是 訓練過學生 有些人彈一下 你採他的手 他一定會痛 他一定彈 彈了之後 你順便發一發勁 他就走 有些老師 剛才把學生站起來 就站得 自己 你用手指一刀 他都會跌 變了 這些 法徑的反應 其實就不合 不合邏輯 其實 你想一下 這些都很重要的 因為 你能夠合邏輯 譬如有些電影 如果你看他的力學 不合邏輯 很難投入 所以我們用彈珠的方法 來表演 就是令到他 切合 起碼打桌球 彈珠的方法 他吃勁的時候 他彈走的方法 就非常合邏輯 也是很現實 很真實 哦 即是說我們站的時候 又不可以向前摸 又不可以向後仰 要中立地站在這裏 就像波子一樣 沒錯 這個就是撞擊力學 裏面的一種表現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他就好像等於出口 或者波子 受力 當然有不同的角度 就是和人體上 有一些差距 但是 那個反應的狀況 就會很真實 但是有些人 可以放鬆身體 不讓你彈走 可以嘗試破你的功力 KL 你一定認識了很多 年青 富有幻想的朋友 不要緊 我們只是拿個題目來討論一下 其實你想想 如果有些人想著破解我們 就是放鬆一下 砰 彈走他 他一放鬆 其實你的拳腳就進了 但是我們實際上 當他感覺到我的拳真的進去的時候 你想想他還會不會放鬆 他一定會穩守擋 一定會接的 一接他就彈 他一樣彈走 所以 其實 在那個破解內功敬禮 我們是有內功的方法 但是 不是這樣放鬆的 我們也是放鬆其他重要的位置 我們有時間 我們再詳細 討論這些更高層次的工法 所以我們本身是用彭敬禮 來配合的 就好像一個彈珠 這些是媽媽也知道安全的方法 還可以在接徑的過程中 享受到低離數的飛行樂趣 那應手即飛是怎樣才能做到的呢 這個應手即飛 其實它都是用一個接觸面 你要放到勁下去 就有一個所謂的發弓的方法 就是完美的彈性 英文叫做完美的彈性 所以 其實如果我們在接徑和發徑那個人 他的表面碰那一下 不用好像球面那樣 真的完美 你撞到那一下 就是那個小小的面積 只需要你一撞 哼 啪 那就去的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應手即飛的物理力學 是在動量轉移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構成 所以我們通常新來到的同學 我們都立即弄一弄它 讓它能夠學懂接徑先 這樣保住它的安全 也都相當有樂趣 之後的道理才慢慢和它反映 那鵬Sir 你支持所謂的兩個壽徑 即是兩個配合 就像做了兩顆彈珠一樣 你說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你發徑的時候 如果用這個 一定要用這個動量物理的 這樣就撞在一起 這樣才可以做到這個所謂的效果 沒錯 那所以我們所謂的 對 剛才的Tim所說的 的確是 它是要配合 但是 配合是根據宇宙的物理力學 也都很真實 那對方和發勁的人 都能夠從那個發勁裡面 慢慢來掌握 提升它自己功力的質量 內徑的厚度 所以是一個很真實 也都是應該用這樣的方法來反映 那明白了 幾年前黃錦康師兄 那個應討即飛的原理都是這樣的 沒錯沒錯 對 對 沒錯 空間 一般的招牌 對 然後 一般的效果 對 一般的效果 對 當然 什麼 你可以說 叫什麼? 卡路 Tim 是不是你有話要說? 要不然的話還可以跟隨什麼魔力現象 所以我們今集的應手即飛到這個時間也夠了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